我是一个企业家 我看见需要 满足需求 照顾员工 回馈社会 其实神把这个治理大地 这样很重要的职份是托给全人类 作为一个企业家 作为一个制造业的经营者 就是能够把这些有形的物质 透过制造 给它赋予更高的价值 对于人类 对于文明 对于一些环境的问题 能够有效地改善 就是最直接的一个回应 尽上神 从创世纪会告诉我们该尽的这个本分 是透过这样子 我们能够把我们最好的作品 我们最好的商品 不仅只是把它做出来 而是把神给我们的爱 放在这样子的每一个产品里面 每一个服务里面 能够把这无形的价值跟祝福 也带给我们的客户 台湾的国导会 它能够开始推动 是在当时教会的牧长 有机会到国外去参加 其他国家的舞蹈会的聚会 心里大受感动 就看见当一个国家的领袖 愿意谦卑自己 到神的面前祷告 整个国家就承受那样的一个恩典 也看见台湾现在的一份领袖 当然我们有开尽的本分 但是如果没有上帝的带来 如果没有那个属于的大能 其实我们很难跳脱 我们希望有成长 我们希望有突破 但是我们的关键是在于 我们要把眼光 勾中人转到神 那我岛会最大的差别就是 我们是真的就是每一年 就是把中共请到我们当中 就是希望给中共带来祝福 展翅上腾 这个老鹰的这一个飞翔的图画 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应许和祝福 希望国家的经营者 在每一个困境 在每一个国家重要的议题上面 他们的心更是能够转眼仰慌耶稣 我们的国家就是由各行各业的人才 各个产业所组成的 我们在不同的岗位尽心 来做我们的本分 并且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举手为国家来祈祷 这就是我们带给国家最大的作品 创造宇宙天地 创造人类的真神 我们在你面前向你很求 赐给我们的国家 赐给我们国家的元首 属天的恩典 属天的智慧 让他们更深地看见 从神而来的爱 从神而来的心意 能够把国家带向你所定定的方向 求主爱他们 求主带领他们 让他们知道 要公平公义慈爱 来治理这个国家 让我们国家都懂得 谦卑在你面前 来领受 这位基督 明明要上次给我们 把暴风出来 阿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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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